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头出现一个大的政治中心 以理中心的问题是合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因为洪水和治水的事情 中国开始有个真正的具体的在中原出现的权力中心 这个就是夏尔代 但这个权力中心成立以后并不完全顺利的 这个启治核桃那一带发展过来沿着黄河边 在山西边上发展到中原的一个政权 对于东方而说是个挑战 东方出现的本来长久在那居住 而就发展的在海河这个海带地区 黄河下游的那个崇拜天 崇拜鸟类 我们顾切成的通故事现象 这个东方族群的现象呢 商人在这个下游出现了集中的政权以后 商人就会挑战他 而商人的政权维持一阵之后 他的维持政权方法又和下游不一样 也使得他必须面临的西方又来了一次挑战 就是在关中出现的 也在金水边上出现周远出现了周人 周人跟下人出现的地点 其实非常捷径 周人自己下人后代 这个不能说错 或者西方这个力量 终于又要拿商代代替 这个过程之中 一起一复 我必须要说个重要的现象 就这个是一个一起一复 是逐渐 那东西对冲对饭的过程 要在周人形成一个东西融合 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 我想回头回到上一次讲的 两个问题 一个农业问题 一个青铜问题 农业问题 也就在这个下人进入 在二里头立了足 变成一个重要的 稳定的力量 拿东方力量驱赶到 淮汉地区去 同时这个时期 也就说 离现在四千年左右 是一到三千年左右 是中间 农业方面 卖类的植物进来了 我相信这个进来 是和下人的出现 有极大的关系 下人的游戏向东走 有关系 下人的基地 不仅是因为 他的基地在 核桃跟上郡这一带 而且就因为狭窄的关龙 那个窄窄的三古代 这个地方是 中国东方和中国西边 一个据点 也是东亚和中亚之间的 一个据点 麦子 是在两河流域 发展出来的 一路蔓延 欧洲蔓延满了 在这个 欧亚大陆上面 也蔓延到 我们的新疆地区 尤其在 这个沙漠里边的 绿洲国家 它一部分中稻子 一部分中麦子 麦子终于要进入中国 这个是个关口 进来以后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小米在北方的 独断的局面 逐渐逐渐 变成小米和小麦大麦 平分天下的局面 这个意思就是 耕种的地点 不再需要 是像那个 小米那样子 小麦那样子 找个 干旱一点地方 它这个小麦大麦 它是比较 希望水一点 希望缺水 可它不像稻子 需要那么多水 而它的 适应的能力 高山气候 也一样适应 至于营养价值 什么 很难说 这个是小米 其中的营养价值 但小米最大的毛病 是 它 散的 一收获 如果一阵大风 它的颗粒就散到满地 就无法回收 麦子 小麦 大麦 都是碎子 鼓力 在碎子里面 收成一个 一打 它打出来 这个就使得 小麦 大麦 占了优势 而也因此 中国从 那个时候开始 逐渐逐渐 北方 是小麦 和小米 平分天下 高地 是麦内的 清国 占了天下 就是西藏地区 甚至于 云南的高地 甚至于 一直到这个 更南一边的高地 到了差不多 到了云南的边边上了 清国还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是 种植方面 不是说营养不营养 而说 什么样的土地 本来不能用的 才可以用 还有呢 小麦的田里经营 和稻米经营 比起来差很多 可能田间经营 管理田间 管水道 管铜 管肥料 这类的事情 麦内的需要 管理经营 比小米大得多 也因此 更加强了 稻米本身反映的 农村固定性 农户的专专业的 可能性 到后来变 密集农业 劳力密集的农业 精根为名 农业的 一个 必要条件 这个条件 对于中国 农业国家 能挡得住 北方的 这个 牧人 这是重要关口 农人跟 一的农村 变成一道防卫线 牧人进来 那些无用物之地 牧人何尝不想 拿中国农田 转变成 他们的目的呢 不上饭 所以这个是一个要素 第二个事情 上次我们讲到 青铜时代 或者金属时代 从石器 转舵到金属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金属 今天最重要的金属 是铁 或者 铁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钢 但即使是 最容易处理的铜 它的 可塑性 打造性 以及到尖锐 以及耐力 都比石器高得多 所以这个条件 我们必须看 青铜期的发生 是确实呢 新石器时代 最精致的 细石器的部分 都被铜期代替 五千年前 也就在马匹 巡护之后不太久 在个中东地带 我们发现 有金属锥子 做了武器的 锥头 做了家里的尖端武器 就刺穿武器 用具 针 轴着 这里 开始有这种 在中东的 旁边 就今天的 差不多土耳其附近 这个是金属器 第一次出现 但这里有一大部分 是相当偶然的是 这个金属的成分 和细石器的石头成分 共存 比如石英石 就一部分是金属器 一部分金属 一部分是石头 但从那个开始 到三千年 四千年之间 西方一直到 我刚刚讲的 官农门口 跟着牧羊的生活 金属器 逐渐 逐渐 在那很重要的地盘 最重要的是 武器 剑追着 飙穿头 在 骑在马上的时候 你用 很快的速度奔跑 你再拿个剑 射出去 或者飙穿飙出去 这个威力是比步兵 要打飙穿 要用力 离开得多 马身上的器用 那时候还没有讲到 马蹄铁 但是 马将 马将各种的连接的地方 还 这个 马脚口 这些金属比石头好 金属也比木头好 马牙齿 要一个木头要 随着不稀奇的事情 这次 铜就出现了 有一种原始铜 你只要一骚 它就出来了 你不求它立 它出了 可塑体 原始铜 这 原始铜 红铜 没有自己加 加别的因素 加了一点点其他因素 不多 这种开始了 但一直到 离现在三千多 十千年左右 在那边发展 那四千年开始 跟麦子差不多的时候 经过一连串的移动 我恩师 李基之先生 他就跟 启华唐的画 从四霸 到 这个核桃 到后来的这个 到夏 到二里头 一路走过来 这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移植 发现 遇到 碗遇完 遇到 遇东边 铜的出现 越来越显著 而铜器在中国 的做法 也就 越来越显著 中国式的需要 什么呢 中国的铜器 很大很大的一部分 在先秦的时代 是用于 锂器 跟烹饪器 实用的起用 不是游户民族的起用 这个转变 极为重要 两个意义 一个是 在实用去 在这个 木工人需要的 一些工作方面 小的青铜 尖锐的青铜 它也可以 有 既使用 比如说 做个铜人 做个铜的像 更要紧的 铜肯定 脸上个筋铺面 筋铺面就拿 脸睛 到鼻子 到一个罩子 罩起来 留两个洞 你看看 三星队那个 就等于是 金铺面的扩大 这个 既是保护 又是一种神话 而 这个 做的小铜人 不是玩的 小铜人 或者是天的神 或者其他神奇东西的象征 路 阳 啊 放在他们的旗用上面 做装饰品 也不是偶然的 同阳同路 都有脚 脚都向上的 也跟于上天相接 这些 这些都他们的信仰的意义 他们生活中的 精神生活的部分 但走过来以后呢 进了四霸 四霸这文化的 所谓交接点呢 是 夏乃先生的功劳 最西的一个 全中国 最东的一个中亚 从四霸开始往下 遇到东边 发现 气用 顶 三脚顶 利 盘 尊 都出现了 四脚顶也出现了 还有呢 隔头 隔头 隔就是一个利器 把刀子 横着 不叫横着 成直脚型的 绑在一个 杆上 用来 战争做杂人的 这个 隔 刚隔的隔 后来终于 变成枪 变成毛 就这尖锐的 尖锻是向前的 那个刺杀力就更强 然后又转变成 这个 剑 转变成刀 大刀 青龙 烟月刀 这类刀 我随便提一句 青龙烟月刀 本来名叫青铜 烟月刀 在詹国时期 还是青铜 烟月刀 汉朝也还是 很多时候是用青铜的 用钢 是很晚的时期 关锅的把刀 大概也不是钢刀 还是清理了 铜 不过因为他的神话 拿着人神话 武器也神话了 这一类武器出现 就是长刀 短刀 剑都有出现 这显示一部分 中国出现 比草原上 牧人的需求的 更重要 更尖锐 剑锥子 鲁剑的剑锥子 长有的可以 有一两寸 到更长 可以拿人刺穿 有强大的弩剑 不是手剑 这些是武器方面 盔甲 在牧人的时代 最多就是 金扑面 或者护心境 中国打成 两档甲 胸口的甲 链子甲 肩甲 都是同片片 同链链 一连串做政策 这是武器方面 但是 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刚才我说的 李器 这些贵重的李器 既是用于 表彰他的成就 他能够用得起 这么多铜 他能花这么多精神 治铜 更重要的是 表彰我们跟天神 跟神明 跟祖先之间的 揪肉工具 既是用尊来献酒 用顶来献肉 来利益来献福类 用盘来献干果 这类跟神明 跟神圣的力量交流 要用贵重的东西 这个用的数量就大 要求就多 他就从在这个方面 中国的青铜时期 下代开始 但到商代 到了巅峰 周代变得非常普遍 这个 拿中国的权利者 拥有的权利者 就当权的领袖们 他们的地位 只有他们有能力 做出这么昂贵 这么稀有 好看东西 来献给神明 用这来取得 新明的护士 而这上面 他刻下字 到现在 我们文字 我们最早能追溯到的是 商代 商代以前不是没有文字 我们没有见到那么多 但在商代开始 顶 这个忠明顶器上面 这忠明顶时之家 打忠 走越 用顶去办 这一种人家 是他们的功劳 他们的地位 都在刻下来 垂直永远 也是向上帝 取得了复制 让子随延续 这个神 神的权利 的 这个 象征化 神的权利 对 俗世权利的 护佑 这是他们表达无疑 这是中国的精神 我名的一部分 所以这上面 用了花纹 万千变万花 种种细节都有 可能 中国做的就是 求大 求厚 求重 而牧人呢 是做零碎的小柱片 到后来这两个河流起来 小柱片跟整块 有了宽柱 河流就在三星堆起去开启时 而到了长江中游以下 宽柱跟托拉法族的小零碎 这个叫零片 零片在交起 连接起来 构成一个很奇妙的结合 这个就是中国发展的 technology 一个科技 这个科技就是 青铜的技术 这点 我回头要讲 上次没讲到的话 上次我们谈到 二厘头 有许多松绿史 当时我给他解释成 作为填冲 在同期的 留下的 科文上面 作成花文的美丽的绿化 现在我比较改个意见 因为 在二厘头附近有个别坊 做同期的作坊 这个里头的原材料 就是松绿史 不是这个 叫做孔雀绿 孔雀绿的产量 在湖北的胡绿山 惊人的巨大 铜绿山的铜矿 从下 差不多一千 一千百年以后 一直使用到 公元前三世纪 一千多年的大铜矿 那是孔雀石 一向大家认为 孔雀石是提炼 青铜的重要资源 而认为 这个 松绿史不是 但现在我们要改个话 松绿史也是 因此 夏的首都 二厘头 儲存那么多青绿的 松绿石 不是我的天空而已 它一样可以有铸造的做法 这个地点是正在中条山下 中条山是富于铜矿的地区 这个我们自然地理跟 跟那个夏的首都的重要性叠在一起了 你不当是礼器 你要军器 你强大的政治权力 你必须要有军器 夏代的时候 射箭有个后裔 是挑战下来的 是东方的剑手 长弓大剑的剑手 那个弓不是复合弓 是单弓 射程有限 后来的弓是复合弓 是不是西方的弓是复合弓 东方弓是长弓 我不能断言 因为弓的Body 是竹子跟木头 没有真实中 我不敢说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后裔的出现 作为英雄 以及后裔向夏的挑战 夏不能不有回音 剑锥子 一定是用的很厉害的 这个夏能拿鱼 唐咬鱼迅 鱼迅 往赶到长强流域去 能拿唐咬的子孙 赶过长强 能拿后裔放逐到 不知道何处 这个武力的脚量 是一定有的 中国用车 很早 从皇帝开始 先月就用车 但是呢 夏被商 推翻以后 商代变成用车 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文明 它的车辆是多 千居万成 对 千居万成 用车辆作为 作战的武器 重要的部分 拿来和中亚后来的车战比 不能比 不能比 它车重而快 中亚大概两匹马 中国四匹马至少 这也都显示出 这个青铜文明的起点 在下代 延续的下上周 都是青铜文明的 一个产品 而他们的整合性跟权威性 导致中国跨国的门槛 国家的形势 跟宗教性的会合 这个是重要的转力点 而周人自己拿得命 天命下降 天命和道德拼合起来 挑战商人的喝酒 杀人作为牺牲品 以及浪费 以及到处释放征伐 这些事情 周人 责备他们 说这就是你 浪费了资源 不尊重人命 不尊重道德 上天不要你 我们代替你 我们的天命是以道德为主 这个道德要求的四个字 放在头上 中国的皇帝的权力 奉天成韵 天跟运是合在一起的 这个道德的要求 败得起一尾 这个和 基督教 犹太教 我的宠爱 不是你的道德 是我的决定 我对你的恩宠 使你可以如此做 你必须服从我 我叫你献少你的投胎 你就得献少投胎 我叫你绝灭 叫你绝灭 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 中国式的天 是天人相应的 独神教的天 是一向从上到下 独断的 所以西方的君主 是真正独裁 中国的君主是专制 不怎么样 但并不是专制 也特别好 就是专制比独裁好一点点 专制是子孙延续 独裁的一个人 最好专制 变成是和谐 这个更要紧 人如此 团体如此 中国农民革命 都说自己奉天命 但农民革命成功的 最厉害的一个 是汉高祖 他成功之后 他慢慢慢慢软化下来 明太祖不软化下来 明太祖起始也报 起终也惨 这不能做明太祖的例子